大家介绍的是图库最新一款的B型房车 采用的是福特新全顺V362中轴中顶的底盘改装而成的 满足国六的排放标准 长5米34宽2米03高2米4 它的通过率非常的高 带的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6速的手动变速箱 那也可以选择2.0T汽油发动机和6速手机一体的变速箱 那这个汽油的自动挡呢是多1万块钱的 这款车呢它是合载的四座 这个座椅的话呢它是可以调节的 这里可以看到先可以调节它座椅靠背 角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包括下面呢可以调节它的前后 而且呢都带有扶手啊 旁边的话呢这个是我们拼床的垫子 放在这也是可以当一个扶手的 这里呢还有一个储物舱 这个储物舱里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桌板了 这个桌子呢是可以直接安装上去的 也可以拆卸下来放在这里 好 我打开以后呢就往前 然后它直接就会拼成一张床了 那这个可以往前放啊 然后呢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是一个储物空间 在座椅下方还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它作为一个B型房车来说的话 储物空间是利用的非常的好啊 然后呢这个床的话它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两边会有一个垫子 可以把它这样拼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这款床呢拼起来就是一米九成一米七的双人床 这个尺寸的话我呃 两个成年人税是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总控开关了 刚刚有说到这个是12伏和48伏双电源哈 双电源系统 那12伏的话就提供我们的灯光 那48伏的话就提供我们的这个电器 那它一共是有八度电 如果用空调的话呢可以用三个晚上啊 它这个呃非常的省电 而且呢转化效率非常高啊 那这边的话是富士元的逆电器3000瓦 清水箱是95升 灰水箱是40升 那它的加热系统呢 是进口的韦巴斯特的燃油加热暖风一体机 那暖风和热水都是一体的 用的是进口韦巴斯特啊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储物空间 带有一个小管子 这个是带有一个防护栏啊 两个都是一样的大小 那它的这个整个车里的氛围啊 首先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做的是一个商务的这种氛围灯 包括它头顶上的一个这个氛围的一个星空顶 那整个这个顶还有两边的这个侧条 氛围都是非常的商务感 这个门呢是可以隔断我们的生活区和储位区的 那这边后面呢就是一个单独的储位区 先讲我右边啊 右边的话它这个是一个折叠式的一个台盘 这有抽拉式灵运花洒 这个呢洗澡的话就是在这个空间里了 那它是把这个玉帘拉上以后 就是一个独立的洗澡的空间了 那把它这样的方向进去 这有个板啊 这个台盆呢是直接可以把它这样翻上去的 这里有一个磁吸扣直接就给它吸上了 好那下面的话就是马桶了 这有个柜门啊 打开以后可以吸在这个下边 把它这样吸上 就是一个单独的这个上厕所的空间 它是采用的是多美达的一个马桶 那上面的话它是配了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放在整个中央 它给给我们整个后部它是有一个换气作用 那我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厨房区域啊 上面的话它配了一个微波炉 是我们韩国大雨的进口的微波炉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50升的冰箱 冷冻舱和冷藏舱都是有的 上面这个小的是冷冻下面是冷藏 下面这个呢是一个家用的空调 这个空调的控制面板在这上面 可以看到非常大气一个面板 操作也特别爽啊 这个所有的这有个铜锁啊 还有摆风进化 包括可以定时还有睡眠模式 都可以去选择啊 那这款车的话呢 它是一共有8度电 12伏和48伏的双电源系统 那它如果用这个空调的话呢 可以用三个晚上啊 可以用三个晚上 还是非常省电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损耗非常的低 布局非常的独特 而且的价格呢是在32万8 如果想要这个汽油自动挡的话呢 是加1万块 好